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節的有聞必答 身邊嘉賓有預財政圈研究部的經理陳偉忠 Jason 你好 雖然 你好 先和大家看看大市的情況 恆指現在仍要下跌 跌著261點至28135點 國企指數跌182點 報14420點 大市成交達1302億 這節問答環節 有問題可以打電話來 204-6566 又或者電郵給我們 ask at bschannel.com 先聽聽家庭觀眾 就是何小姐的電話 何小姐 你好 你好 兩位 你好 請問那隻960 有機會回到我的位置 或是可以看高一點 好 都看到了 今天一眾的內房股 都有回到秋星的情況 960的龍湖地產 現價保位13.36 升埋的3% 而且今天都破過52州高位 最高見過13.5的位置 不過家庭觀眾何小姐 就是14.9這些位置有貨 都拿了一段時間 怎樣去部署 講內房股 在今天來講 就追上來 都是因為大家炒回 內地現在都越來越多的地方 越來越多城市 推翻一個 就是關於房地產的刺激政策 包括在房貸方面 都是寬鬆了 好像之前在河南省那邊 都出台了 就說首套房貸的利率 就可以用一個七折 就有一個優惠 另外上海方面 亦都是公佈了 有關一個公積金 去到比房租的細則 說每個月 就可以再提取多兩千元人民幣 我都相信 接下來內地那邊 要刺激固定資產投資 在房地產方面 都一定會加大一個扶持力度 之前落實了一些 關於第二套房的房貸的新增 應該都會在不同的地方 慢慢實施出來 所以對於這些內房股來說 我覺得在現階段 可以先拿著 特別說960來說 雖然在過去那個月 都升了一些上來 但是整體的升幅方面 不是特別大的 如果你說保持著這條十天線 繼續上 我相信接下來要回到你買入的價錢 甚至乎再高一點 去回到15元樓上 都有這個機會 所以你拿貨 不算太多的時候 可以先持有 當然 你說如果下面 股價重新跌穿12.6 穿下面條十天線 你就可能考慮要減一減榜了 好啊 謝謝 Jason 幫不幫到你 何小姐 是 我想問一隻可以不可以 是 可以現在問一下 那隻168 都是拿了很久 是 168 是不是同方有有 是 這個是2.2 是 現在還差30幾個percent 這隻有機會會回到我的位置 是 是 168 同方有有 現價報在一腳三毛三 暫時偏遠跌近一仙 如果在2元這些位置有貨的話 又應該怎樣去處理呢 是的 這隻股份似乎近來都不是市場焦點 你見到市場升 它就在4月初那段 跟著升一段上來 但是之後就沒有一個很大的買盤跟進的 這一陣子又見到股價在一個半這些位置 甚至升不穿呢 跟著又回回下來 那暫時看回你說公司的基本因素 或者市場上現時炒的那些概念 這間公司未必說真的那麼好處 所以見到股價在未來來說 我覺得不要抱一個太大的期望 就算你說接下來再升高一點的 去到一個五毛嶺啊 過六這些位置 你拿重貨的都可能要考慮走一走些貨 因為要上去2元樓上 似乎在短期之內出現的可能性不是太大 好啊 情況就不是暫時熱炒的板塊 多謝何小姐的內電 聽聽下一位家庭觀眾陳太電話 陳太你好 我問中興通訊和941 中興通訊763 我24個半入了 不知上網多少呢 不知要不要子彈呢 另外一隻股份呢 941就是不知什麼位置入了 聽說如果市場升 那941要升 那我現在沒有941 好 先看看中興通訊先 編號763 報在26.1的位置 暫時都偏遠跌超過1% 但今天也有衝高過的 最高見過的52周高位 去到26.8 24個半有貨在首南 現在的形勢會不會逆轉了呢 因為看到昨天一枝羊竹上來 今天就陰竹了 是的 看到它在這些頂部上面 要再爆升的難度是比較大的 雖然它之前出的那個季跡方面 都不錯 就是說純利方面 按年都升到四成幾 都好的市場預期 還有去到今年 都有個憧憬 就說接下來中聯通 或者中電信 都會增加4G的資本開支 但始終去到這些位置的股價 或者在股價上面 就不可以說是便宜的 如果你說接下來的市 好像今天這樣 又回調 做回整顧 這隻股份 在現階段 都可能要先做一個調整 所以上面暫時 要再穿27元 或者再穿28元 那個機會 就不是那麼大 如果你說下面 是拿了貨的24個領 到現在來說 都有些利潤 我都建議你可以 在這些位置 26個領 到27元 減一減榜 等它接下來 真的有機會 出現一個比較大小小的調整 才在下面的位置再買回去 好 另外一隻 就是941宗移動 現價報在111.1 暫時跌2.6 看回 似乎之音速跌穿了10T移動平均線之後 都有些相片 就收補之前那個年口 另外 都要看回 之前的首季業績 都是剛剛好 Apple升一元 另外 順利按年都要跌5%以上 如果真的要後悔買入 現在又好嗎 是 之前那個 季績方面 整體表現算不差 特別是Apple能夠按季升到 都是一個驚喜 還有看回那個4G的上客量 今年第一季都有一個相當之強勁的增長 所以 照計那份業績就不是說頑皮 但是大家都會關心回 去到 接下來這半年裡面 當中聯湯和中電信 真的可以是有個4G牌了 去到爭客的時候 會不會都令到 整體的競爭會加劇呢 或者令到中移動 那個4G上客量 就未必能夠保持到 在今年第一季 或者去年一個這麼快速的情況 那這個的考慮 都令到股價似乎 就未必說在短期之內 可以升穿回118元這些位置 之前你見到它上到 116元左右 都叫頂住了 那這一回合去下來 暫時就看回110元 那條二天線就是一個初步支持來的 那假如這些位置是跌穿的 那到時候就要留意 因為在下一個的支持位 就可能要落回去 大概105元 至到106元 那所以現階段要買 你就純粹薄去 不要穿101元 穿這些位置的話 你買得多 都可能要減一減榜的 好啊 麻煩主持人的分析 希望可以幫到你了 陳太 另外聽聽就是 陳先生電話 陳先生你好 Hello 你好 你好 我是想問一百零零的 那現在是大約 我想入貨的 大約是 什麼價錢 才可以入呢 還有另外一隻四九三 現在它上了來 也都看前年上怎樣 好啊 沒有貨在手 是不是 國美電器 沒有啊 國美電器沒有 好啊 兩隻都沒有快手 先看看一百零零 中交建現價佈在十四個一 暫時就偏遠跌 倚近百分之二 都好像公佈了 首位的業績方面 都盈利上面 就升了百分之七 倚近百分之八 去到十九點六億元的人民幣 單位數字的上升 其實市場上也有預料了 因為都見到公佈完之後 那個股價方面 反而都繼續向下跌 而且都跌穿了 就是十天的移動平均線 是啊 講這間公司之前 就因為一帶一路的因素 炒得相當之厲害 估值上面 也是相對偏貴了 這次出的業績方面 相對是一般的 特別就是說 在那個新簽合同方面的金額 按年來說 要跌成是十一百分之多 所以你說今年 究竟是全年 是否真的可以接到很多單 可以撕到之前去定那個 即是資本開支的目標 這一方面有些大行 都表示都是比較悲觀一點 所以你說這些位置去買 似乎就未必說那麼上算的 特別都看回這一段時間的資金 在這些基建股上面 都有一些流走的情況 下面你要留意一下 就是十三個半這些位置 假如你說這一陣的調整 是連十三個半都跌穿了 代表著整個走勢會轉弱 到時就有機會落到 可能十二元以下 才會有一個更加大的支持 所以現時這些位置 我建議就算要買都好 不要說真的買太多 以防它真的穿十三個半 到時就比較難搞些 所以如果你有一大筆資金 可以分兩住 這些位置就少住買一陣 接下來它有機會回到十二元左右 那些位置才會比較重 去買一些 另外一隻493國美電器現價 在兩元的位置 升超過百分之二 這隻股份都沒有貨在手 應該要怎樣看呢 之前衝高到兩個半之後 似乎有些調整 現在是不是有一個支持 國美來說 今天就升少少少了 但是其實都未走出去 近這幾星期的橫行區 那說到它那個 基本因素方面 就不算差的 因為始終它那個電商業務 它在去年的下半年 都有個明顯的增長 那大家都預期回 可以去到最快今年下半年 或者去到明年 就扭規為盈的 而且都看到國美本身 都是屬於 港股通裡面 一間叫做有品牌的消費股 而且股值方面 不是特別貴 所以都令到部分一些資金 就特意來香港買回這間公司 但是都要留意 因為始終它在過去的 兩三個星期來講 特別四月初那一陣 升了這麼多上來 那這些位置 是不是真的可以再有一個 很大的上升空間 那我又有些保留的 所以你說這些位置買 就純粹博去 升上去 兩個三兩個四附近 那大概是一成多的 潛在升幅的 那就是買不買 你自己決定 因為下面 如果它一旦跌穿過八的話 那就可能走勢 就會明顯是轉差的了 好,謝謝Jason 和我們的分析 幫到你,陳先生 好,多謝陳先生你的耐電 最後和大家看看 上升指數 最終收報在4441點 跌34點 至於深淨城指 全日跌53點 報14818點 滬深300指數 跌24點 報4749點 先跟進到這裏 Jason,先進行申報 先說股貨物哪一隻有持有的 沒有持有的 好,我們有一些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有問題環節 先進行申報 先進行申報 先進行申報